还是来自问答 问的是电线PVC管和PPR管有什么推荐 电线和PVC管咱们上面都讲过了 这一期给大家讲讲PPR PPR学名无规共聚聚饼锡 也叫三型聚饼锡 算是普通聚饼锡PP的升级产品 最近十年PPR活得一塌糊涂 中国的管业也是从PPR管开始崛起的 在家装领域 PPR干掉了容易老化生锈的铸铁管 性价比上赢了成本高昂的镀星钢管 高强度和一施工又使得在和PB和P管的竞争当中再次胜出 最终几乎一桶家装水管江湖 PPR管最值得称到的就是热熔连接技术 简单快速方便 甚至普通的人经过短期培训也能上手操作 众多管材之所以PPR越来越火 和施工难度也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大家以后准备装修来试试DIY 那不妨先从试试 PPR管道的热熔连接开始 没准一发不可收拾 你就学会了 常规PPR不太适合走热水 所以单独有一种叫做热水PPR管 但是由于两种成本相差很小 所以最近两年很多家装都不再怎么区分什么热水和冷水管 直接全都用热水PPR管 由于PPR标准之后市场上甲冒伪劣也非常的猖獻 也指PPR最常见的招数还是增加碳酸钙的添料 降低成本 用了碳酸钙的PPR密度就会更高一些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叫一枚硬币测针甲的方法 找一段PPR的管材截出来 称量一下大概是60克左右 把上面贴一个槽卡上一个一元钱的钢泵 如果扔到水里之后能在水上漂浮 那说明是没有加碳酸钙 如果一扔进去直接就沉底了 那就说明加了碳酸钙质量就不好 我们数几个中国比较有名的管业大品牌 联素日风中才美星金德等等 他们除了做PPR做的好 其他塑料管材一般做的也不错 像我们上期提的PVC管 也可以找他们做一个参考 这个换蓝线的就是冷水管 换红线是热水管 PPR本身的颜色有白有灰 但是本质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我们下期我们下期就有个牡丝的 是沉默的